主厨特餐 你有一篇文章回顾过去这一年当中的 几个在科技界的反复出现的一些主题 如果看标题的话叫做 主权隐私跟资料 帮我们聊一聊宋和觉得有哪些心得呢 那我固定会在科技导读 在年中的时候会做一个回顾 所以我在2018年回顾了 我看到的一些状况 我觉得大概主要是三件 从台湾的角度主要三个挑战 分别是从政府跟人民跟企业的角度 在政府的话 我觉得是所谓的主权的挑战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Uber好了 在台湾有一些争议 那这个时候出现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们台湾要罚Uber 那Uber其实是跨国平台 他可能就说那我就走了好了 或者是说Facebook好了 假设他说他有假新闻 我们又很难去惩罚他 因为Facebook台湾也没有落地 所以就变成说 国家主权在某一部分上面 他没办法伸张 因为他一部分的权力 影响力其实是在这些跨国平台上面 那跨国平台 他们又不见得在这边落地 或是受到你的管辖 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是 国家有个挑战 是说我的主权 要怎么样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面 能够去跟这些跨国平台 要做一个沟通联系 主权的部分 比较是政府的一个面向 不过其实这不是2018年才独有的 在过去很多一些跨国企业 网络 很多其实在台湾 可能就是一个办公室 那它的伺服器等等 可能也不在台湾 所以我们政府的一个所谓的公权力 或者一些管制管辖方面 一直都没有办法伸张出去 你是觉得2018年的时候 情况变严重了吗 对这个状况一直慢慢慢慢地增加 我觉得在2018年可以说是 每个月或是几乎每几个月 就有一个状况 比如说我在那个内容提到的 在年底的时候 有一个盗刷的事件 就是有一个人的信用卡 中国新作信用卡 被人家绑到LinePay上面去盗刷 警察就是请Line说 那我需要你提供这个状况的资料 然后那个Line就说不行 这资料在我们日本总公司手上 Line的总公司在日本 那所以他就说我们不能交 那这就变成是一个主权的问题 就是我抓不到人 因为资料在国外 那除此之外还有很多 比如说Uber Airbnb也是 今年也是 Airbnb没有落地 然后刚才提到的Facebook等等 所以其实是 我觉得是越来越普遍 几乎每几天 就会看到一个这样子 类似的状况 但这不是台湾独自面对到的问题 对不对 不是 这个事实上连美国也在碰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美国国家的主权 跟这些平台要怎么去分 那特别是当这些平台 他们也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时候 比如说亚马逊 很多州政府说我想要磕税 那可是亚马逊会说 可是我这个是电商 那我不见得在你们这边 真的有生产 或是制造什么东西 如果大家都跟我磕税 那这样不是磕来磕去 磕的没完 所以这其实就是说 很多旧的原来的一些架构问题 不见得适合现在的一个新的 一个形态的 不管是企业的形态 还是网络的生态 会有这种状况 是就是网络跑得太快了 这个全球 因为网络的关系 你的跨国性的这个状况 其实比过去来说 这更加严重 隐私的部分又是指什么 那隐私是指从人民的角度来说 就是我们看到很多 因为网络现在真的很方便 大家都很习惯用网络 网络的功能 它的效果非常好 但是这个副作用 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资料 都变成在网络上 因为我们在网络上生活 你可以检查这些手机上面 它会告诉你说 你这个礼拜用了多少的 萤幕时间 现在很多手机有这个app 像很多人都是 至少每天两三个小时起跳 这些资料都会被存在某个地方 刚才讲的跨国企业平台 他们其实会知道说 你去了哪些地方 看了哪些网站 看了什么影片等等的 那在有些国家 比如说中国 其实政府也可以看到这些资料 所以变成是说 你的使用网络越多 你的隐私权 其实是越受到威胁的 因为这些资料 虚拟世界里的这些行动 踪迹都会被留下来 不像在实体世界 这就变成说 我们人类的隐私权 开始受到一些限制 那有些地方 比如说中国 你甚至是在街道上走 都会一路都有监视器 在看着你 所以在实体世界的 这一个隐私权 也开始被挤 因为这些镜头 这些感测器的价格 越来越便宜 所以越来越普及 那这是从个人的角度 来看的一个问题 它不只是你在这个 网络上面的隐私 甚至你说 延伸到我们的实体生活当中 也许都有影响了 Michael你有印象当中 比如说跟我们的个人的 一个隐私 比较有争议的事件 有什么来 我第一个想到的 其实是这个美国的FBI 跟Apple之间的一个诉讼 就是说FBI发现了一个罪犯 然后他调查 他手上有一个手机 是里面他们觉得 FBI觉得里面 有些犯罪的资料 他们可以去查到 比如说他可能有共犯之类的 那他就要求苹果把这个解锁 那可是苹果就说不行 这个是隐私权 那根据法规 我们不应该提供解锁 那FBI就说 那你不然你设计一个新的作业程式 一个更新版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这个手机里 那这样他就可以破解了 然后苹果就说 你不可以叫我们公司 去破解自己的软体 这样是最危险的事情 就是你逼我们 我们应该是要致力于 增加它的安全性 但是你现在是政府要 逼我们去破解我们自己的城市 那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后来双方就打上了官司 最后是苹果赢了 嗯嗯是这个事情苹果没有就范 对对但是这个例子 其实在美国可能是特例 在很多其他国家 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是 政府的要求是非常合理的 当然其实应该要跟着 遵循警方或是检察官的要求 然后去解锁 因为这样才能抓到罪犯嘛 可是问题是说 我们如果被逼着要去破解 我们自己的城市 反而会可能会使绝大多数 一些善良公民的电脑 都有被这个治安的疑虑 因为破解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藏得住的 你只要能够破解一次 很快大家就会知道怎么破解了 所以你到底是要保护大部分人的这个隐私权 还是你是为了要为检方在侦查某些特定的案子 去破坏这个安全性 美国的选择跟很多地方的选择可能是不一样的 是可是其实大家一些苹果的用户 可能会觉得说你捍卫我们的隐私 做出这样的态度来 他们反而会对你的产品稍微比较有信心一些 你还有谈到资料这个问题 在2018年的时候 这个问题有特别值得注意的点是什么 广义的意思就是垄断的问题 那这个也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说你看到很多科技企业都出现了 几乎是垄断的状况 那比如说苹果跟Android 这两家就垄断了所有的手机的系统 那所以说你如果要买App 你基本上不是在苹果的App Store 就是在Android的这个Google Play的里面买 这两个Store它都抽30%到15%的一个抽佣金 我付钱下载一个App 我可能付100块钱台币 其中30块是给苹果或是给Google的 大家说这是一种苹果税 那其实是很重的税 对开发商来说 或是对消费者来说 那可是没办法 因为它是垄断 他们两家就瓜分了所有的手机系统 至少中国以外的手机系统 所以就必须要付这个钱 那同样的比如说Facebook 垄断了台湾的这个言论的环境 大家讨论事情都是在Facebook 或是在Line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必须要付广告费 才能把自己的一些想要传递的讯息给传出去 那这个广告费用就会越来越贵 那可是也没办法 因为他们是垄断 所以这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他们越来越贵 那第二个是他们可能会跟自己的供应商抢生意 比如说亚马逊现在上面卖了很多自由品牌的商品 所以你比如说你搜寻这个手机电池 你可能第一个会查到的是亚马逊自家的牌子 那所以其他的厂商就很难跟他竞争 对这就像Costco 他会自己卖一个叫Kirkland的牌子 咖啡豆 那其他的咖啡豆就很难跟Costco自家的牌子去竞争一样 那苹果他卖很多周边的线啊 或者是通电器啊等等的 那你其他的厂商也很难跟他竞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 对于一些比较小的企业来说 或是新创来说 你要跟这些垄断去竞争就越来越困难了 就算你开发出一个什么很不错的app 然后你在app store上面下载量很高 那可能苹果跟Google马上就发现这件事情 他们就可以来跟你说 那我要把你买走 你也没办法 你只好买给他 因为你的app的流量 其实很大一部分也是控制在他们手上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路企业越来越整病 然后大者越来越大 越来越垄断的状况 是这所谓的大者恒大的一个趋势 在2019年今年来说 这状况恐怕会越来越严重吗 或者是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在消费端这一步 一定是会越来越严重的 那追根究底是因为 我在文章里面提到的叫做资料的垄断 那意思就是说 这些资料最终会集中在这些大的企业手上 他们真正垄断的其实是资料 那我有越多的资料 我就越知道说该做哪一些商业上的决策 会对我比较有效益的 比如说我刚提到了 苹果它控制App Store 所以它可以从在App Store里面看到说 哪一个下载量突然增加 然后比如说是哪一个客群 特别喜欢这个App 它就知道说 这个东西可能是有潜力的 我可能可以花钱把它买下来 苹果出的价格 假设它这样做的话 一定是最有利的 因为它知道最多资料 其他人可能会来竞争 但是他们可能都没有办法判断 这个App的真实的价值 只有苹果知道 或者是Google它会自从搜寻的量 它可以知道说 哪个地方有一个很有潜力的服务我可以做 那Google就可以下去做 因为他们掌握了资料 然后这个资料会越来越大 Google有最多的资料 它可以跟人家交换 然后Google的出的价钱一定是最好的 所以它最后就会集中出最多的资料 那产生最大的效益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状况就是说 价值会往拥有资料的越多的人去集中 所以这个在 特别是在消费性的产业上面是很明显的 所以我觉得目前看起来除非有什么政府有任何翻垄断的一些法规或是政策上的一些打击 不然的话我觉得这趋势是不会变的 所以这资料就是我们所说的大数据吗 对大数据的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前只有一般的数据 那现在有大数据很多的数据 所以我们可以产生出一些不同以往的一些观察跟推论 在刚才我讲的这些大型的企业里面 他们肯定是有很大的数据 所以他们可以看到一些没有大数据的人看不到的一些事情 那这个是现在的主流 总而言之就是说有越来越多资料的人 他其实可以从里面得到最多的效益 那只是说大数据 因为数据比一般的企业拥有的更多 因此他可以看得出更多的相关性做出一些更好的抉择 但是本质上他也是数据 他只是说这个数据的量是前所未有的而已 所以我听起来觉得资料的这个掌握 好像是未来的整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 他有可能比如说立法透明化之类的吗 对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说从美国跟欧洲开始 希望是说既然比如说这些平台的演算法会影响到说 我们在Facebook上面看什么内容 在Google上面搜寻到什么网页 既然他影响力这么大的话 我们应该要要求这些企业至少要公开 告诉我们说他用了什么样的演算法 什么样的参数 或者说他如果特别要去针对某一些特定的议题的时候 必须要有人能够进去看说 到底他们是怎么做的 比如说在美国现在是政治广告 如果Facebook上面有政治广告的话 那他必须要公开这个广告 背后的广告金主是谁 然后他是用了哪些参数去针对哪一些人做政治广告 所以这是一种节制他们的方式 就是说我不见得能够控制你 但是至少你要告诉我说你到底是怎么做的 我们可以追本的溯源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还是承认说这个资料在你的手中 这是你的 然后你有这个权利 但是它影响到比如说像这种公众事务的话 我们有一个能力去 至少我们要能够去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好 我们可以预期在今年2019年的话 这些资料上的一些大战 也许会有些新的发展 好我们今天主书的特餐内容 待会会上传到中广新闻网的YouTube频道上面 您都还可以回来随选收听跟分享 我们非常谢谢科技导读的创办人周清华Michael 接受访问 谢谢Michael 谢谢 谢谢清零 谢谢大家 拜拜